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夏宇原创,北京允许不得撰载,最近,张雨琪在度离婚的消息震惊了娱乐圈,张雨琪的三段恋情,又开始被网友搬出来津津乐道,最开始,张雨琪是和王小飞在一起, 不过张雨琪脾气火爆,最终王小飞选择了温柔会撒娇的大S,后来,张雨琪嫁给了王全安,没想到王全安出轨,张雨琪过端离婚,最后来,张雨琪和前任老公袁巴元,相识十天变恋爱,三个月左右就结婚,这段婚姻最终还是失败告终了, 在宣布离婚之前,网上爆出的消息,是张雨琪和袁巴元进了派出所,有消息说是袁巴元家暴,也有消息说是张雨琪动手,袁巴元则是一直在防守,事情真真假假不可知,但是张雨琪这次又很迅速的离婚,不少网友都趁张雨琪非常潇洒, 不可知的婚姿能果断放手,前段时间,张雨琪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,在这档综艺节目中,张雨琪的爱情观,婚姻观,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追破,不可否认的是,张雨琪的话很有道理,女生还是要爱自己多一点,而且在爱情中也不能一味的付出, 但是张雨琪嘴上说得头头是道,但是她在自己的婚姻中一败涂地,正如她所说的,自己看男人的眼光一直很差,张雨琪离婚后,毛小彤也上了热搜,不少人认为张雨琪的潇洒和毛小彤的果断很值得大家学习,但是潇洒和果断是两种极然不同的概念,张雨琪潇洒的离婚了,想必也能潇洒的度过这段时光, 然后再继续追寻下一段感情,但是毛小彤的果断,却是在用刀子割了心之后做出的决定,毛小彤的果断来之不易,而且还要花很长时间去愈合伤口,大家还是多学一学张雨琪的潇洒,然后也学一点毛小彤的果断,大家怎样看待张雨琪的婚恋观,本文内容作为明星粉丝团原创,专杂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! 更多娱乐八卦狗血自逼搭戏,只有关注我才知道我搜微信公众号,明星粉丝团似的粉丝。 谢谢!